今天头条焦点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5月底就要登场 我国能否受邀呢仍然未知 但是美国是频频加油助攻 在美东时间26号有一场这个对抗伊波拉病毒的视讯高阶会议 我们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还有卫福部疾管署长周志浩有受邀与会 和世卫民署长谭德塞在线上合体同框了 美国在台协会是表示呢 受邀致辞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国际合作是成功对抗疫情的唯一途径 而这次会议呢进一步巩固美国还有台湾 强化全球卫生安全的伙伴关系 讲到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呢将在5月展开 那么近期呢我方受邀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高阶会议 台湾与国际的合作再次浮上台面 那么卫福部就表示呢 今年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很好 各国支持的声浪也很大 会积极争取参与WHA 不过呢长期推动台湾前进 WHA的这个台湾一届联盟基金会就指出 由于大陆一直以来呢都在阻扰台湾还有国际合作 加上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对今年这个的WHA不敢抱持太乐观的态度 另外来看到啊这个因为新疆人权议题呢 大陆外交部继26号宣布制裁英国9人还有4个实体之后呢 27号又再加码宣布制裁美国跟加拿大有关的人员还有实体 包括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清副主席博金斯 还有加拿大众议院外委会的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等等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昨天就表示说这个国际社会应该反对大陆以私人企业依赖大陆市场作为武器 扼杀自由言论与阻碍商业道德的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焦点来看到是缅甸 昨天呢这个缅甸军方在首都奈比多举行了军人节的阅兵活动 那么示威者呢是号召10万民众上街来抗议 来看到这个国营电视台呢 其实在前天晚间就发布了讯息警告民众说 如果呢这些示威者上街的话呢 将会对着他们的头部或是背部来开枪 根据统计呢这个安全部队已经枪杀超过了90个人 年纪最小的只有5岁 是政变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反政变团体就谴责呢 昨天根本就是军尺节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半岛电视台就报道说 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呢 26号发布了一个最新报告指出 长绒海运的超大型货柜轮长次号呢 如果持续搁浅在苏伊士运河的话 每个星期将会造成全球贸易损失60亿到100亿美元 折合台币是1700亿到2900亿元 而运河上的这个船阵啊 越塞越长 目前是已经有276艘船了 每天呢是以50艘的速度在增加当中 另外一个焦点来看到是帛琉总统会数人呢 今天要访台 并且呢预计在4月1号要启动这个台湾跟帛琉的旅游泡泡 旅游业者为了这个一年多来难得的出团机会呢 无不上井发条来备战 只是原本是众人期待的这个旅游泡泡去接连传出 航班改班表啦 临时多收行政费用啦 还有这个开放景点异动等等的一些问题 一天一变化也让业者是疲于向消费者来解释 更改计划 有旅游业者就透露说 其实前集团的声势是很热没有错 但后面集团的价格呢 已经出现松动了 很担心这个泡泡会变成泡沫 那么台湾的健保给付制度呢 将出现重大改革 卫福部长陈时中规划了两大类全新给付的改革 首先呢 这个健保给付不再局限于现行的医疗院所 长照安养机构等等的领域呢 也可以获得给付 再者呢 这个健保往前延伸 扩及到了公共卫生 预防医学等领域 陈时中就强调说呢 这个健保是一种工具 应该善用这个给付工具 促进国人健康 从预防医学着手 减少日后的医疗支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